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來聊聊 超人特攻隊2 前幾天迪士尼官方才推出 續集的前導預告片 讓我們來一起看一下 你 有 你 你 有 媽 很 超人特工队 是2004年皮克斯还没有被迪士尼买下之前 所推出的第六部动画电影 是早期皮克斯相当成功的一部电影 口碑跟票房都非常的好 特别是他们里面的几个角色都让人非常的喜欢 新的一集将会在2018年的上半年上映 所以会是一个相隔14年的续集 这个前导预告片当中只出现了巴小杰和爸爸鲍勃 时间点看起来会是在第一集的不久之后 因为爸爸看起来还是长得一样 而小杰看起来也还是一个小婴儿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前导预告片当中 爸爸还是很不清楚巴小杰到底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 只是很开心的说着你有能力 所以即便在我们的世界里面过了14年 但在超人特工队里面的世界才过了一下子 相信看过第一集的人一定很记得那一个可怜的保姆 他在和小杰交手的特别片段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小杰所拥有的几项超能力 他可以无视重力的坐在墙上 可以穿墙 眼睛会发出雷射光 身体会着火 发出闪电 甚至变成钢铁 还有变成恶魔的样子 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强悍 还有不稳定的 按照这个前导预告来看 小杰这个拥有超多能力的婴儿 应该是会惹出相当多的麻烦来的 第一集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正义联盟的真人电影 也还没有复仇者联盟的真人电影 超人特工队在当年就已经相当成功的叙述了一个 超级英雄团队诞生的故事 在这个时间点下推出新的一集 可以说是相当的有挑战 我是说在现在已经有这么多超级英雄电影的状态之下 但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一个超人家庭的故事可以这么的精彩 一样是第一集的编导 Brad Bird 超刀 是可以期待一下第二集会推出什么令人惊喜的内容 拜托要有姨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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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超人特工队第一集的时候 嘲讽了很多超级英雄的电影 最经典的桥传 当然就是姨夫人坚持不设计有披风的超人装 而14年后 这个超级英雄已经这么多的状态之下 那我们一定可以期待超人特工队的续集 一定会对这些超级英雄电影做出更多的讽刺 只是很简单跟大家讲讲 我很兴奋看到超人特工队要出续集了 不知道你们跟我是不是一样的期待呢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内容 并且帮我按赞 还有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 并且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是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币频道 祝你有个精彩的一天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